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龙用法英两种语言在X上发文说 在加沙的战争必须结束 我们支持美国公布到关于持久和平的提议 正如我们与该地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实现所有人和平与安全一样 释放人质 永久停火 努力实现和平 并推动两国解决方案取得进展 智利总统加夫列奇·伯里奇一日表示 智利将加入南非的行动 向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此外 马尔代夫国土安全部长二日表示 该国政府决定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 伊胡桑说 政府当日召开内阁会议做出了上述决定 并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以加快法律修改进程 此外 内阁会议还决定 采取任命巴勒斯坦事务总统特使 举办募捐活动 举行全国性集会等方式支持巴勒斯坦 埃及外长舒凯里三日在西班牙 敦促以色列接受该协议 并称各方都在等待以色列的回应 同日 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 完全赞同并支持拜登提出的加沙地带停火 与释放人质协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周二访问金边 并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 以及洪马内的父亲 现任参议院议长洪森举行了会面 奥斯丁在新加坡参加相给了对话会议之后 抵达了金边 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 目的是探索深化双边防务关系的机会 他首先会见了洪森 然后与首相洪马内举行了会谈 奥斯丁在会见洪马内之后 在X上表示 我们讨论了美国和柬埔寨 如何加强我们的防务关系 以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 洪森在脸书上表示 他同意奥斯丁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此前两国缺乏相互信任 他认为两国的关系还不错 并敦促双方努力重建互信 奥斯丁此次访问前几天 柬埔寨和中国刚刚结束了 两国最大规模的年度军事演习 金融演习 2017年初 柬埔寨取消了与美国军队的 类似联合演习 结束柬埔寨的行程之后 奥斯丁将前往法国 参加二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飞行探测器 嫦娥6号星期二早上 成功完成了从月球背面采样 并启程返回地球 这是人类首次完成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 北京时间星期二早上7点38分 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 自月球背面起飞 3000N发动机工作约6分钟之后 成功将上升器送入预定环月轨道 与嫦娥5号月面起飞相比 嫦娥6号从地势崎岖不平的月球背面起飞 无法直接得到地面监测支持 需要在雀桥2号中继星辅助之下 借助自身携带的特殊敏感器 实现自主定位、定姿 工程实施难度更大 嫦娥6号上升器点火起飞之后 顺利进入预定环月飞行轨道 计划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智能采样是嫦娥6号任务的核心关键环节之一 探测器经受住了月背高温的考验 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方式 分别采集了月球样品 实现了多点、多样化、自动采集 采样完成后 嫦娥6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旗 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 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也是人类首次成功从月背采集样品并返回 让中国朝着2030年载人登月目标更近了一步 川普竞选团队周一宣布 他们在五月份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起筹集了1.41亿元 这个惊人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川普在背叛34项重罪成立之后 支持者们的捐款激增 五月 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共收到了200多万笔捐款 其中25%是首次捐款 川普官员说 除了竞选团队筹集的1.41亿元之外 支持川普的其他组织还筹集了大约1.5亿元 川普在五月份的筹款总额中 有超过5300万元 是在封口废案 陪审团认定他 34项重罪罪名成立之后的24小时之内 通过网络捐款筹集的 这笔巨额资金可能会缩小川普竞选团队 和拜登竞选团队之间的资金差距 拜登尚未报告其五月份的筹款数字 拜登竞选团队在四月份筹集了5100万元 手头上有1.92亿元的现金 川普竞选团队在四月份的筹款超过了拜登 但就手头的现金来说 仍然落后数百万元 川普团队的官员 淡化了拜登团队的现金优势 声称 川普和他的团队将拥有赢得 11月大选所需的所有资源 而拜登团队的官员说 他们已经在可能决定11月选举结果的关键战场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 而川普方面还没有在摇摆州建立自己的团队 并且他已经在法律费用上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而川普通行政参加财